OK 大家好 今天我想要和大家分享一下 Bambino Class的一些功能和一些setting的东西 So 因为 表面看它是一个很简单几个button的一台机 然后其实有很多人都不知道它真正要怎么用 So 现在很简单 我们开机 打开机 随便按个button 3秒 它就自动热了 然后这个是 Single Shot 单分 这个是Double Shot 然后这个是整齐 这一边就是如果你要用自动打奶这个功能的话 那这边它是可以 你可以设定你的那个奶的那个温度 如果一格的话是在60度 然后60或者65 然后两格大概是65 70 然后第三格是70或者75 我不是很记得 不过大概就是在这个温度 然后下面这个就是奶泡的厚度 OK 它有三个格能够选 这个是薄 然后中等 然后最厚 这个是应该可能你们用的那个牛奶的不同品牌 或者不同品质的牛奶 可能它的厚度会有一些变化 所以这个是根据个人的 用的牛奶不一样来你可以自己去调 OK 然后 最好就是用 平底的这个奶缸 平底的不要用有那种凹进气的奶缸 因为如果你要用自动打奶的话 它其实是 要这个奶缸 直接压在这个它的这个sensor这一边 如果你的奶缸不是平底的话 可能它会压不到 或者 它没有动到它的sensor 它就一直 一直在打 OK 就是最好是用原装的奶缸 或者这种平底的奶缸 然后 我也是建议大家用回原装的 因为原装的它已经是设定好它的厚度 然后 它传到这个sensor的那个 热度 它似乎有一个它已经设定好了 如果用太薄或者 比较厚的 可能它的传到那个热的那个 时间 可能就没有那么精准 OK 这个就是你可以自己去尝试了 然后我要讲的另外一个功能就是 很多人问的就是 我用完过后我要怎么关机 OK 现在关机就是很简单我们只按着这两个这个button 按着大概两秒它就会自动关机了 然后开机就随便按一个button它就开机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功能就是热水的功能 热水的功能我们要怎么按呢就是这个一定要提起来 然后 你看到吗这个 蛋杯跟这个 打奶的这个button一起按 按着 它就会出热水了 看到吗 出热水 然后如果你要关的话就 按一下 关 这个就是热水的功能 OK 然后还有另外的就是 如果 我们看到这个灯 两盏灯在闪 它在闪的意思就是我们需要做一个group head cleaning group head cleaning就是我们要放一个 单杯的 菠萝卜下去 然后 它的机会有一个那个lubber给你的黑色的塑胶 然后放上去 放tablet 锁着它 然后你就跟着它的 它的那个步骤 跟着它的步骤去洗 所以如果你们忘记了要怎样看它的步骤的话 其实你可以打开这个水箱 OK 看到吗 其实水箱后面有焦 你怎样来做一些清洗或者它什么signal 比如说它两个灯在找 它是要做一个cleaning cycle 然后三个灯找的话它要做discale 它所有的东西都会写在后面这一边 如果你们忘记要怎么做的话 打开水箱后面来看 discale就是三个灯在找 三个灯一起闪 OK 这个就是discale 还有另外一样东西是 我要讲的就是 如果你正在做咖啡的时候啊 可能你在早上你磨好了咖啡粉 你一开机它就出两个灯在闪 然后它就叫你要做一个group cleaning 可能那个时候你没有tablet 你没有那个清洁 那个什么清洁粉也好 那个清洁 tablet也好 或者那个时候你没有时间做的话 其实它有一个skip掉的就是你可以跳过的 跳过的话 你可以直接按这个steam的这个button 不过 新的机可能在进这个近一年里面出的机 好像没有这个功能 就是你没有办法skip 你一定要做 OK 你是一定要做的 我 就我所知 旧的旧的model 都是可以skip的 skip就是我们直接按掉这个steam 你按一下 它就skip skip过后你跳过 你可以直接用你的咖啡机 然后 你可能 冲完了你的咖啡过后 你有时间你才做 OK 因为如果你没有做的话 你第二次再开机 它还是会闪的 还是会通知你要做 然后你可以同复一直skip 一直skip到你 做为止 不过新机就好像没有这个功能 OK 这个就是 Dembino Plus BS500号 这些 基本的一些功能 要跟大家讲一下 OK 就是这样子 然后 我们也是可以做手动的 打奶了 如果你今天是不想要它自动打奶 或者你认为它的温度控制可能不是很好的话 你要自己去控制你的温度 自己控制你的奶泡 你可以用手动 手动就是把这个拉上来 这就是手动的一个功能 然后手动的话 温度 跟奶泡 它就没有 它就没有显示出来 你就要自己 根据你的经验来 然后手动一样 打开 然后 就用手动打奶 还有一个就是 平时如果我们在打奶之前 我们要打奶泡之前 你是不是要先把里面的水排出来 所以有时候有些人他们可能不知道 他把那个排水的时间 做到太长了 OK 如果你把排水的时间做太长的话 你第二次把你的奶缸放上去的时候 他以为你已经 已经用过了 然后他会自动在排水 再排多一次水 所以我现在我要跟你们讲的是 你要怎样用 就是你在还没有把你的奶缸放上去的时候 OK 你就排水 像这样子排水 你排水最多是排水两秒到三秒 然后就把它关掉 OK 然后你看 如果我关了 我打开来 我放我的奶缸上去 它就不会再排水 看到吗 如果你排水的时间太长 比如说现在我再排长一点的时间 我关掉 然后 我打开 我把奶缸放上去的时候 OK 你就可以看到他会再排水 OK 这样子的话你的牛奶就会 参到很多水下去 就变 变稀了 明白吗 所以排水 第一次排水不要排太久 大概是两到三秒就可以了 OK 如果你排太久他以为你已经用过了 然后他会自动清洗 这个就是他的一个自动清洗的功能 OK 就是这样子 这个就是打奶这一部分 然后有些人就说 这个single shot double shot的水量 可能太多 因为他延长出来是single shot是30ml double shot是60ml 如果你要从新代设定过 更多或者更少的那个水量的话 其实也是可以 可以去设定的 这样要怎样设定呢 就是 同时按着这两个button 然后你看他在闪 OK 然后你再按一下 single 如果你要settingsingle的话 他就会 出水 直到你 所要setting的水量过后 你就停 这样子他就会memory 他就会自己去 program在里面 同样的 double shot也是一样的 两个 同时间按着 然后你再按double 就是program double的 OK 这就是他的一个program的方法 还有另外一个催起的方法 我们就叫做手动催起 就是manual viewing manual viewing是要怎样做 就是 你按着他 OK 这个就是没有分单杯或者双杯的一个量了 OK 就是单杯或者双杯的这个button都可以 就是你按着 OK 不要放手 然后开始出水了后 你才放手 这样他就是一直走到你按停为止 他才会停 OK 这个就是叫做手动催起 OK 好 这就是这样子 然后大家还有什么 对这家机有什么不明白的话 可以留言给我 谢谢 记得点赞关注哦